平川说冷静 天天凉不瘦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多人运动 刚刚结束的巅峰杯 一场4与4的对抗 由盖阁和莫分别带队 有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阵容 地图的话选择是一张十人图庇护所 出身在地图右边是中国队 蓝色的人族 这个树杠就是盖阁人黄死盖 人黄死盖的位置不太好 靠近对方 好 蓝色的亡灵 环小鸭子 我们中国队的小十五 这一边的话 蓝色的暗夜精灵 彩色 我们国内的精灵王 那目前1V1的实力来看是彩色最强 这边是蓝色的兽族 ADWLUN的象征 中国兽王FLY100% 好 我们看一下韩国队这边一个阵容 兽族 身 这边一个身 其实就是FOCUS 韩国的第二大兽族 这边暗夜精灵 MOA 这一边的话 人族SOC一毛饭 韩国顶尖的人族 这一边 亡灵 Lucifer 也是远古时期的亡灵宣说 当初四大鬼王之一的Lucifer 不过Lucifer的话 实力不是特别强 目前 好 那总体来说 四个4v4 每个队都各有一个种族 每个种族都有 看看双方的一个英雄所发 诶 Lucifer选择是恐惧魔王 这个打4v4的话 不是特别多箭 这边人族选择大法师 魔王的话 好吧 魔王又选择中一看 魔王就是飘逸 好 福克斯选择的是先知 我们看一下这边 中国队 该哥选择的是大法师 那这里 黄小鸭子 小苏 选择是DK 彩色这一边的话 选择的是KOG 这边 飞飞 选择的是先知 飞飞上来的话 直接是往他旁边对家 去骚扰一下 然后 嗯 Lucifer恐惧魔王 直接开分框 有意思 上来 亡灵直接开分框 这边的话 人族配合暗夜精灵末 也是选择炼框 另外车应该是也要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魔王的英雄 魔王的英雄是选择熊猫 不得不说 魔王还是很飘逸啊 好 那说一下 巅峰杯的话是由头条举办的比场比赛 据说前期举办几场 如果效果好的话 可能以后每个月都有 这里只能说啊 头条牛逼 头条牛逼 以前呢 那最近 近一年来很多的比赛其实平台都不举办了啊 大部分都是直播间的老板啊 拖显举办 那这一次的话 头条作为一个大平台举办这个比赛 非常不容易啊 那没准啊 没准啊 张一鸣老板啊 也喜欢魔兽 好 我们再回到比赛啊 双方前期的话是有骚扰 有开分框 飞飞过来的话 骚扰一下对方 哇 飞飞这个骚老师 这里这里弄两下 这里搞几下 主要是前期骚扰 然后侦查对方的一个情况 目前4v4的话 中国队这边是飞飞打的比较多 韩国队的话是SOK 一毛饭打的比较多啊 其他选手打的比较少 好 我们看一下韩国队这边是 好 人作配合莫开分框 然后 卢西夫这边也要开 但是现在资源不太够啊 还在等 我们看一下中国队这边 好 盖哥选择开分框 然后 这边 哎 暗逸 这边王林也选择开分框 五 彩色也开 嗯 目前来看的话是 中国队啊 前期开三个框 暗月精灵暂时是开两个框 好 飞飞 被三家围攻 哦呦 三家围攻啊 还终究是被击败啊 飞飞这里前期有点狡辟 各种骚扰 那韩国队这边忍不了了啊 三名一起集结完毕 把飞飞给 先知给干掉 那接下来之后看一下 好 双方要练中间这个点了啊 中间点练完 那这边好像也要练中间这个点 看一下中间这个点能整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 好 这边打了一个蓝笼 可以了 前期你掉一个蓝笼 然后作为 把前期一个进攻的话会非常占优势 你后期蓝笼可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 毕竟大家的兵都很强 但前期的话很强 这边的话也在练 看是不是也能掉一个蓝笼 这里 熊猫 恐惧魔王 恢复药水 这里两个五级罐 上了冰甲之后有点难练啊 这里看一下 好 全部练完 中国队这一边的话蓝笼已经召唤过来 直接怼着福克斯来打 福克斯交了一个TP 好 无敌一交 这里开始拆了 开始拆了 地洞拆掉 KOG到了三级 现在韩国队纷纷回城 全部回来 四加全部回来 哎 魔王的位置有点差 吃了一个血皮 这边小隐身撒个粉 还是被秒 熊猫还是被秒掉 好 这一波的话靠蓝笼前期这个 不过蓝笼还是有时间限制 现在靠这个前期的一个压制 中国得占了一点小优势啊 秒了莫王一个英雄 大法师现在盖哥的大法师三级 暴风雪疯狂砸 哎呀 盖哥还是飘逸啊 选择用 哎 这里飞飞的话贴个加速想掩护盖哥 盖哥被对方睡了一下 好 这里继续掩护 飞飞说盖哥 我来掩护你 哎 这里又来了一个睡 这已经睡了第二次了 好 再走再走再走 第三次睡 那应该是跑步要加TP了 飞飞还想过来掩护 可惜来不及了 好 这里盖哥交了一个TP 可以的 前期的话 中国队啊 依靠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速度 更快的进攻对方 占了一点小优势 然后前期的话 中国队的矿啊 也是多一个 不过这里啊 这里的话一毛范也是增加的进去 那现在双方的话 矿应该是差不多啊 都是三矿 打三 三个分矿 打三个分矿 那接下来看看怎么办 开局的话 双方骚扰 开矿 然后尝试的进攻了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双方后面有个怎么打 这里飞飞要开始练级了啊 前期先知没什么练级啊 一直骚扰 打到后期还是要多练点级啊 这边先知终于是到了二级 这里看一下 韩国队这边的话 部队好像也开始要 不过一般4v4的话 前期小打小呢啊 都是2v2的阵型 就两加 两加去打 当然都是会玩的4v4啊 如果说你4v4玩的比较少啊 可能不太知道这个配合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 小15DK已经三级了 和盖哥在这里会合一下 双方现在打的还是比较谨慎啊 先清理一下自己旁边的一些点 清理完之后 后面就有意思啊 双方的话估计是2-2捉队厮杀 中间的点 哎 韩国队来练中间这个点了 这边先知过来 飞飞抓了过来 老牛 一技能升的是光环 有个飞飞一个人过来 等自己的队友 好 这边的话 DKKOG也过来了 从后面乌鱼乌暴风雪砸下去 对方老牛直接被秒 那这一波中国队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韩国队提前站位啊 没想到被抓了一波 上来的话一个英雄被秒 好 现在恐惧魔王打到后期也是有点强 二级抚风风环冲 好 大法师这边一个野怪大法师秒掉 这里想杀对方的大法师 一个缠绕 时间到了这里的话 恐惧魔上来一发腐风一发腐风的冲 那这里中国得把中间这个点给抢掉 好 暴风雪继续砸一下 空一下位置 这里彩色的熊很早就出来了 吼一叫 老牛升到了二级 这里小15DK 哇 这一波打的有意思啊 双方四个人打四个人 中间这个点来抢 这里一发腐风继续冲啊 看一下 木勇的 木勇的这个熊猫已经升到了三级啊 这里还有一个复原药水啊 大雪 大恢复 嗚呦 QG 12D写好 凡老还童加上 这双方各种甩技能 有点像打罗阿罗一样 各种甩技能 你一不小心就没了 就没了啊 好 这里飞飞老牛打得很凶 上来踩一脚 哎 听说你想撤 踩一脚留两个单位啊 一方弄吧 上面两个AC秒掉 哇 打得很凶啊 这边中国队 那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打 现在木勇的话 先往家里撤 木桥 目前熊猫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好 凤克斯的话 先知也是到了四级 这里直接过来拆矿了啊 那韩国队团战没打赢 接下来中国队就干过来 要开始拆矿了 那这里大法是四级 哎呀 这里叔叔有点好 买了个血瓶 幸好分块有个商店 那木勇这个分块好像有点危险了 如果木勇现在状态不好 要开始过来反攻 这里中国队是不是会被对方给包夹住了呢 现在有没有被包夹的感觉 这边人组过来 好 四家全部过来了 中国队这边要稍撤一下了 被对方有点前后包夹 这边飞飞的老牛很凶啊 上气各种彩 想杀熊猫 熊猫直接把那个大恢复给吃掉 这没吃的话早就秒掉了 中国队就给调整好阵型 调整好阵型 这里大法师 暴风雪再砸一下对方 这一季的话 盖阁发挥还是很 不错啊 虽然说其他的玩家可能都是目前现役的职业选手 但是现在盖哥打的也不赖 好 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小15这里且打且退 另外这一边的话 韩国队这里毕竟是偏主场作战 部队的话补给 还有恢复能力稍微的快一点 大法师断后 下个暴风雪 这里大部队撤一下 呜呜呜呜 闪念念 这边彩色的白虎被秒掉 哎呀 这一波感觉有点恋战了 有点恋战 韩国队慢慢打了回来 关键是这个分框也保住了 好 那打完这一波的话 中国队要先往后撤一下 恢复一下状态 小15的DK已经到了四级了 接下来看看乌妖等级能不能提上去 后面打合战还得靠乌妖各种落花杂 这边 韩国队的话 亡灵开始爆天鬼 果然是远古的亡灵选手啊 喜欢用天地双鬼 这里 韩国队最会玩的是人组啊 索克 他这边出师救 那升级是 到时候升个光环 新火师救 看起来就有点猛 这里双方又开始争夺练几点了 对方人多 小15的话 先往后撤一下 一看 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要不要抢一下这个八级的 哇 八级的黑暗巫师 掉一个什么好装备 打一本骷髅书 韩国队这边空军有点多啊 天鬼 失救 熊的话 魔王 魔王的话 斯威斯打的比较少 一般来说 暗夜精灵的话 最好熊不要出那么多 彩色这边熊出的也是有点多啊 一般后面山领军人会比较猛 山领军人这个嘲讽啊 团战的时候嘲讽一下 转于对方的一个仇恨值 好 这里中国队也是把这个点练完 我们看一下盖哥 车间准备好了啊 诶 出小炮吗 感觉人走最后面的话 最好还是出飞机破法之类的 小炮的话没有输出环境 而且韩国队目前空军有点多啊 天鬼 失救 这边吼一下 后面新火一家 嗜血一家 哇 这想一想就有点猛啊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福克斯这里 英雄等级也不低啊 四级 继续清理点 清理完之后继续开分框 目前作战人口的话 现在福克斯76人口啊 魔王的话在压50人口 人组这边49人口 这边 呜呜 露西佛67人口已经开始爆冰龙了 那韩国队这边是打算走空军走到底 诶 中间摸摸被对方给逮住了 好 交一个TP 哇 兽足选择 福克斯选择出黑牛 想的有点多啊 感觉打这个多人运动 后期还是靠空军比较猛 好 彩色已经开始 又开始拆这个福克斯了 一番4v4就靠侧边的一些点的 这一队玩家就比较郁闷啊 经常被人搞 好 这里小炮 小炮也不是没用 是吧 可以远程的拆拆对方的东西 4v4大团战可能没什么用啊 但是你临心的去拆对方建筑 还是蛮有意思啊 这里的话 直接把某某的矿盖子给敲掉了 分框 另外一边 韩国队也过来进攻 打飞飞 这里多加回来啊 看一下 几乎全部啊 除了盖哥没在 其他都在 那对方的话 赶紧射赶紧射赶紧射 诶 这个TP没了啊 这个TP没了 这个TP没了 主要TP没了 是因为他想TP到暗夜这里 但是这个矿被盖哥给拆了 诶 你说盖哥耍 4v4不应该出小炮啊 但是这一波小炮是立功了 直接让对方英雄啊 TP的过程中 由于基地没了 所以TP失败 直接把对方英雄给秒掉了 好 那这里边 鲁西方英雄阵亡 大部队赶紧射 另外一边的话 佛格斯又开始打盖哥了啊 盖哥后面 诶 听飞飞的话 开始转 转这个空军了 出飞机 主要飞机能站住 后面打起来很舒服 这里莫王的话 也喜欢单打 发现两名队长都很喜欢单打 盖哥的话去偷别人的基地啊 莫王的话行 也去拍别人家的基地 两名队长的话 都不是特别的打团队战 都喜欢个人英雄比较严重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飞飞的话 开始暴自暴了 知道韩国队这边空军比较的多啊 是就现在 哇 直接就升个三防啊 就是防你这个自暴 就护甲够硬 到时候增加个新火 你要出自暴 爆对方有点难 非常的难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双方现在的话 都开始在暴兵了啊 好 这里抓了一下 对方绕单的一个兽足 哎 奇怪 这边Focus啊 竟然不出空军 这边盖哥 已经转了非常多的一个飞机了 准备和对方开始硬钢 飞机的话 打对方的一个空军 开始比较的好打啊 这边也升好了两攻 好 另外这里的话 也开始过来进攻了 飞飞想开矿 没有开掉 哇 这里路西夫已经把中间的点给抢掉了 另外一边 继续去进攻一下 Focus 这边 莫和Focus 配合起来 要防守一波 后面的话 小炮 开始轰 这里的话 呜呜 路西夫和这个 一毛饭也回来了 我完全打不了 这一波的话 韩国队的空军 这个空军的配合太牛逼了啊 多少光环 五六个光环配合起来 星火 星火 吼叫 输出又高 还有嗜血 输出又高 嗯 护甲也高 哇 完全搞不过 这里我们看一下 飞飞出了一些蝙蝠 看看这些蝙蝠 想偷一下 路西夫 但是人族过来防守一波 不得不说啊 韩国这个Soke 确实打得非常不错 整个大局观啊 非常非常的清晰 上来的话 看见飞飞想偷鸡 赶紧过来防守一下 这边圣骑士身光环啊 护甲非常的高 你看 十九的护甲是14.5 哇 这怎么撞啊 完全就撞不动啊 最多只能撞一下这边的天轨 天轨稍微脆一点 那冰龙这边也享受圣骑士这个光环 哇 非常非常的硬啊 这里的话 看看 人族 这边的话 人族和亡灵啊 最强的两个部队 后面空军很强 另外一边 莫王是和福克斯配合 莫王的话 这边感觉莫王和福克斯的部队还是有些小问题啊 好 这里盖哥 盖哥和小失误配合起来 双方又二对二互相捉队厮杀了啊 这边彩色已经听从队长的建议 应该是听从飞飞的建议啊 出了山领军人 打后期还是要出山领军人啊 这里团战开始了啊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兽族暗夜 打人族和亡灵啊 都是队长带一个小老弟 这里开始进攻了 呜呜 大法师差点被踩晕 幸好翻译很快 交了个TB 这一波的话 盖哥率先撤退 小失误一个人 要和对方耗了 慢慢耗一下 这里插个治疗棒 哇 状态恢复的非常不错 好 小失误这里的话 这里且打且退 有C 可以的 暂时应该不会输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飞飞和彩色 飞飞和彩色 打对方的仁族和亡灵 这里的话 非常多的一个字 爆对方 但失诩又辛苦 你爆不动啊 这里就是把亡灵的天轨 给爆掉了 其他什么冰龙 还有失诩 爆不太多 这个护甲15.5啊 太硬了 好 彩色 原地TP一下 调整一下阵型 这里怎么打 是一个大问题 好 哎 盖哥过来了 可以的 盖哥的飞机过来了 帮一下自己的队友 飞机过来 哎 这里处理了非常多的一个 这里处理了非常多的一个冰龙 嗯 盖哥一过来啊 这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可以的 这一波盖哥打得很不错 那另外一边的话 小失误还是和Focus 两个人硬高 互相 互相性操作 这兽族的话 打得太凶了吧 你这个地面部队 打对方 打对方的这个空中部队 这里的话 直接想秒英雄 打到王林家里去 这里小失误 还是比较有自信 切打切推 好 这里队友帮忙了 队友帮忙了 对方打得太凶了 好 这里彩色过来 交一个听 这里找机会秒了 哇 秒掉了 秒掉了这个 某某的一个熊猫 我知道哪里秒掉了啊 这个战况太复杂 没有看见 这里啊 应该是在这边被秒掉的 你看 熊猫一秒掉 哎呦 这些熊怎么办 这些熊只能慢慢走了 慢慢走了 山林居然往前冲 哎 感觉打到后面的话 中国队好像又打了回来啊 刚才4v4是没法打 但是2v2的话 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 4v4的话 主要是这个部队配合啊 对方的人组太会玩了 这边施救 又是星火施救啊 三防 护甲相当的高 那边的话 摸英雄阵亡一次 很伤 这边小失误打的还是比较稳啊 这个亡灵小失误打的比较稳 这个一个摸 这个小路 有点膨胀啊 好 这里又开始打这个边路的飞飞了 飞飞怎么办 对方又是空军过来进攻 哇 恐惧王已经六级了 这里要回防一波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山林居然 飞机 全部过来回防 对方这个失误确实有点难打 好 第一火招了回来 开始硬钢 这里是3v3 哇 自爆 然后飞机过来打对方的一个失误 恐惧王三级捕风打飞机非常的强 在这里的话 暴风雪一砸 中国的这一波打赢了 这里又开始两个人 兽子和亡灵两个人硬钢 先知一死雪交个TB 这一波团战小失误打赢了 哇 有意思啊 这一局 这边3v3 那边是1v1 那两名选手啊 应该都喜欢硬钢操作 这里闪念念 哦呦 秒了一个圣机士 哇 你圣机士一秒 没有了光环 你这个护甲就有点低了啊 汉国队现在不太敢打 好 彩色的KO就到了6级 一个大招 哇 这个大招的话 连飞机都能回去 太爽了啊 好 那这边小失误的话 哎 一波打赢 往前进攻 趁你命要你命 好 梦梦的话过来帮一下队友 但自己的熊帽的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哎 兽足过来了 兽足过来了 冰龙 哎 冰龙跑不了了 一个冰龙被干掉 那这边小失误一看 对方有两家啊 不能够硬钢 要智取 可对方打一个消耗战 反正拖对方的一个时间 啊 又是啊 兽足和亡灵来打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 啊 又是三家 往前冲了 开始去冲韩国的一个分矿 暴风雪下起来 哎呦 这边一个抚风甩完之后赶紧跑 现在佛克斯啊 没有 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一毛发又去救佛克斯了 但是你一救的话 这边自己的分矿就危险了 斯维斯啊 讲究的还是团队配合 各类英雄主义的话不太好 那斯维斯主要是出兵啊 怎么出兵 配合出兵 然后是打架的时候团战配合 那你英雄主义的话有点难打 这里一毛饭确实非常会打 过来的话要拆盖割了 这边盖割 小食物过来救 小食物能救掉吗 哎 兽族也来了 这边小食物只能够智取 好 这里一毛饭又去救火了 会自己的 救一下某种的分矿 熊猫一口火一喷 这里一毛饭的话 大法是六级 可以飞来飞去 哦 有这里熊猫站好位置 喷一下这个飞机 飞机要不要操作一下 哇 这个飞机掉下一大片啊 飞机继续自爆 继续处理一下对方的一个施救 先把一毛饭的施救处理掉 熊猫一色血交个TP 这里的话山林巨人 盖割这边也开始转这些南雾 南雾星火一家也很硬 某某的分矿终于干掉了 这里大法师的话被缠绕一下 某某的话出了一些脚音 脚音的话好像也不太行 飞机这里往后拉扯一下 看看六级大招有没有好啊 六级大招好一下给 哎呀可以的 哇这个飞机回血可太快了吧 感觉两秒钟就回满了 不过飞机掉血也快 这一波的话六级大招再一次开 飞机状态恢复 我又是一条好汉 又可以进攻了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福克斯过来 福克斯和人子过来拆盖割 那盖割要被拆掉了呀 另外一边的话 这里也是把对方魔王的矿给端掉了 端的是分矿 感觉现在双方都开始把对面的大哥给干掉 熊猫一口火一喷 喷完就跑 这里飞机确实非常脆啊 被熊猫一喷 噢 也秒掉了 打了那么惨烈吗 看一下这里 福克斯还在硬撸 还在硬撸 福克斯好像完全没有团队精神啊 好这里 飞飞的老牛已经五级多 快到六级了 飞机过来 盖割的飞机过来 现在一模范的尸臼 已经被干得七七八八了 这边山林巨人相当的硬啊 新火的山林巨人 你见过吗 多硬啊 你打不动 飞机继续过来处理一下 对方的一个尸臼 自爆也去冲一下 飞飞老牛终于是六级了 六级之后的老牛就说 你弄死我 有种你弄死我 好 莫名的熊猫六级 直接分身 熊猫分身确实很强 但是面对那么多山林巨人 好像也干不过 赶紧撤 感觉这样的话 哎 中国队又慢慢打了回来 我闪电链一交 先知现在是五级多 三攻抓的先知 一个加十二 一个加九 一个加五 飞飞这一波的先知输出 也是打满 好 这位影响一下 现在是 鲁西法鲁西法的冰龙 人族现在不在呀 很伤 然后 福克斯的话 还在出黑牛 哇 人家都比一瓶空军 你出黑牛 好像有点浪费啊 啊 这里的话 暴风雪一砸 屋又盖个 这个暴风雪砸得很舒服 好 另外一边的话 哎呦 索可终于过来 鱼毛饭终于过来 那大法师过来的话 哇 吊血非常快 甚至是哪一个 立马又交个TB走了 这团战的话 韩国队完全已经打不过了呀 这中国队现在空军也有 地面部队也有 很凶 先知也赶紧交TB 啊 福克斯这个部队出的有点蛇啊 你居然出这个什么黑牛 啊 如果出点自爆可能会好一点 或者是飞龙 那这里的话 中国队要过 哎 也把孟范给移平了 好 盖哥这边的话 盖哥这边 哎呦 农民也被杀得七七八八 好 这里中国队要把墨给端掉 啊 墨现在主块还有1900块钱 哇 拆的太快了啊 另外一边的话 好 这里 索可一宝派 也去把啊 这边中国队的队长给干掉 也去把死盖给打掉 而且他有六级大法师啊 六级大法师非常灵活 跑来跑去 我们看一下盖哥这边 盖哥的大法师也有六级 但是这一波 啊 这边盖哥的部队的话 单打是不行 他必须配合自己的部队一起打 盖哥的话 还是非常具有团队精神 啊 跟着自己的队友 去哪就去哪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飞飞的话 自爆非常的多 老牛六级很凶 先知也到了六级啊 先知这三个公转很凶悍 这里一毛犯 好 把盖哥干掉 盖哥干掉之后 就交一个TP 大招 回哪去 福克斯 又要去战路了啊 我们看一下 现在好 又开始把福克斯给干掉 诶 谁回来了 呜 呜 哇 一个熊猫回来了 一个熊猫回来 那么嚣张 踩你一脚 一个变 哇 六级熊猫 直接秒掉呀 这边韩国队没有配合好 一个英雄回来 直接被秒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 暴风雪 疯狂输出 这边兽族的基地 也要沦陷 这边韩国队 要过来救吗 韩国队也是互拆 这边飞飞家 好像也要被拆掉 兽族在拆亡灵 然后人族在拆飞飞 现在双方互拆 施族现在是两宫三房 飞飞家里还在出自爆 后面对付对方一下空军 这里的话 卢西波还在出空军 冰龙三攻三防 天轨三攻三防 这里看一下 大法师和先知 两个人继续拆 双方总是要打一个团战吧 现在是双方互拆 兽族拆的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拆完 撤一波 主要是打不过亡灵了 小15回防一波 小15是一队的毁灭 加冰龙 你这边是地面部队 完全没法打 这里的话飞飞和天王 把对方终于把 塑克一毛饭的架给拆掉 这边再拆一下这个分框 分框的话已经采完了 莫莫的熊猫又阵亡了 莫莫的熊猫 每次的好像走位的有点嚣张 好 这里一毛饭又过来拆一下飞飞的分框 飞飞加被拆 盖格加被拆 现在双方好像都是两家的主基地被拆了 这里的话飞飞和这个盖格 还有彩色 三家过来拆亡灵了 亡灵的基地拆的也是相当的快 另外一边的话是 这边 另外一边这边是小树 拆这个寿子 这边盖格还有一些飞机掩护一下 暴风雪一砸 亡灵主基地拆掉 现在中国队的空军非常多 关键是这个空军非常克制对方的空军 要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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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要再采四加集结 呜呜 TP回来 这一波三级抚风一冲 自爆 一对自爆过来冲 这边失旧很多 哇 有点乱有点乱 水棒各种插 星火各种放 这一波 第一波也招了出来 哇 打得非常非常的乱 我们看一下啊 让子弹飞一会儿 打一会儿 看看谁胜的兵多 感觉 只要飞机站住了 哇 这个六级大只开得舒服 飞机站住了 飞机站住 就意味着对方的空军站不住 呜呜 这边失旧掉血相当的快 闪电链毁灭 飞机一冲 哇 一对失旧直接秒掉 小歪六级 捞牛七级 这边的话 看一下 小15的恐惧魔王也快到六级了 呜呜 小歪开个大招 你见过吗 好 韩国队 打出积极 我们恭喜中国队 这一局4v4 虽然说是表演赛 但是打了也是相当的精彩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赢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